外行看熱鬧 外行看門道 我們在座有很多位都是超過市長盤 天年有超過高雄市長盤 文傑也是長期都在台北 這個主控選舉 陳時中現在場子很熱鬧 我們剛剛都在講 非常熱鬧 但是像我們有選舉經驗的人 我們看的是什麼 第一天萬華一間大廟 第二天大同中山一間大廟 今天松山信義一間大廟 顯然這是非常專業的競選總部 在排的行程 就是六個議員選區 各排一間大廟 相對應的行程排下去 市長候選人 今天就在這一區陪大家玩了 然後議員都來了 所以是 其實強的 我們剛剛還在強調陳時中個人特質 其實強的是民進黨的這個團隊 他非常有選舉經驗 知道時間短 有時間短應該做的事情 所以先排去見這個 這個廟宇的地方投人 那接下來講說地方參訪行程 我想大概就是搭配建里長 過去也大概是七八月的時候 再怎麼樣都要開始第一次 然後八九月第二次 最後面選前第三次 三次禮數才有到這樣子 好 民進黨的這個格局 我們有選舉經驗看的時候 哇 非常厲害 該有的都有了 就穩穩的選下去就可以了 好 相對來說 國民黨能看到你穩穩的在這樣選 他沒有選舉經驗 他也不是笨蛋嘛 他會知道民進黨已經在做他該做事 一開始他們還以為 陳時中這麼慢出來 會不會手忙腳亂 會不會什麼都沒有 結果不對 實際上一出來發現 糟了 這傢伙 早就已經準備好了 所以罷胎有預謀 什麼都有 所以現在麻煩來了 本來還不擔心講萬安 但是一看到陳時中這樣跑就覺得不行 講萬安就不能再混了 這是他們現在這一個禮拜的心情 所以這一個禮拜 不斷地有人出來發難說 講萬安下來這樣不行 你一直靠你那個小圈圈的兩三個人 在決定很多事情不行 講白一點 為什麼行程是這樣排 你要排一個區 集聚集所有議員到那個面 要先跟你在約好 才會熱鬧嘛 大頭會到 議員能到 地方投人這些好朋友通通叫來 才是一場好的活動 講萬安如果是自己跑去的話 那當成就是立委自己在那個現場拉票 那不是市長在拉票 所以現在講萬安的格局就是困在於 他本人沒有選舉選市長的經驗 他的團隊也沒有這個選市長的經驗 那國民黨立刻就會回憶到 從一九九八開始 包括一九九八的馬英九 包括二零一四的連勝文 包括二零一八的丁守中 其實他們都犯了一個問題 一開始他們的團隊 都是自己的小圈圈 一九九八馬英九 一開始靠金埔中 你我方來選 選了兩個月 什麼東西都做不出來 匆匆忙忙從國民黨黨部去拜訪 拜託議會陳建制幫幫忙 去拜託詹春柏幫幫忙 拜託誰趕快租歐借我 才有一個勉勉強強一個 紀元總部運作 二零一四的連勝文也是同樣 一開始也是他的一堆兄弟 還沒選上就已經在封建諸侯了 搞了半年什麼都做不起來 趕快衝到馬上叫蔡正元 蔡正元有幫馬英九選過 所以知道該怎麼做 蔡正元才來把總部組織好 到了二零一八年丁守中的時候 丁守中我老經驗我會選 結果他用自己的選法選 選到把潘家正棄走了 也是非常老經驗的黨工 棄走 棄走之後 他自己選選到完全帶不動 到了十月的時候 要注意選舉都到最莫及 他到了十月 匆匆又匆匆忙忙 又把馬英九一九九八 你要注意那二零一八 你把一九九八就已經是老人的豬 又挖出來 在二零一八去選舉 所以第一手農最後勉勉強強 才把這個選舉選完 所以國民黨 他已經重複同樣的錯誤三次了 就是一開始都是候選人 我身形象很好 我不要用過去國民黨的傳統方法選 我要有自己的一套 然後玩到砸掉 最後面衝衝忙忙找黨棍 所有黨棍都回來 趕快趕快把我的這個選舉選完 到最後面時間就錯過了 就整個戰局就已經被別人主導走 這也是國民黨近年選舉 非常不順的一個很重要的原因 那當然這些人在過去 其實過去國民黨選舉都有這個問題 但是大家都不敢跳出來講 今年會跳出來講 是他們覺得目前還領先 目前我們內部民調還領先 當然到這個禮拜 他們說可能就沒辦法領先 而且是因為陳時中出來了 有對比了 他們才敢出來講好不好 前面都悶著身 他們在心裡面 都不敢公開評論 講白一點就是 已經他們覺得這個禮拜 因為我們通常都是六日晚上做 五六日晚上做民調 他們覺得這一波做大概就掛了 所以趕快出來講說 你要救的趕快救 所以就是有這個壓力 所以朱立倫也有壓力 朱立倫才會很火大跳出來 然後躺平 沒有躺平 沒有說服 這回到我們